金門大橋 哈囉大家好我是薇薇 我們又來到金門囉 那相信呢大家應該都知道 最近金門非常夯的就是 金門大橋開頭囉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要特別 帶大家來去金門大橋走走逛逛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上一次 已經跟大家介紹過金門了 那所以我們這一次呢想要帶大家去小金 那來到金門呢當然最方便的方式呢 就是租車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就打算租車 然後帶大家到小金門去逛 好 欸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們有活動耶 我們先來去看一下 走 原來現在金門正在推這個 無碳島計畫耶 而且呢聽說他們使用的車子呢 還是我們現在露營界最夯的AE80 Very Kind 那當然我們一定要來體驗看看囉 而且它是電動版的 太棒了 所以我們要來開開這個電動版 這個電動車 剪彩 祝我們金門商業機場電動車 都會對台生意興喔 欸我們今天運氣真的超好的耶 剛好碰上他們今天剪彩耶 對今天在剛開始 對 在剛開始耶 這就是我們今天租的這個電動車 AE80 有沒有看到顏色超漂亮的 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就要開著它 帶大家到處去玩囉 哇空間還蠻不錯的 對阿 後面行李箱可以塞蠻多東西 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 充電線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體驗看看 沒有我比較想要把你塞進去 真的 你去塞這裡 行李箱對 沒有我要開車 今天我來開 好走 大哥要開車囉 好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這台車的空間 看一下 哇 它其實空間蠻大的耶 對 對不對 其實住這台車不錯啊 四個人坐 然後後面還有這麼大的行李箱 對啊行李箱要夠大 所以可以放大概兩到三咖 欸不止喔 四咖行李箱 大咖都放得下喔 對 沒問題 然後後面又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這次因為是兩個 所以我覺得空間超大的 所以我們打算塞很多東西嗎 對對對 要買很多東西 來看一下前面 看一下前座 最特別的是那個啦 旋鈕的部分 對啊 因為它好像說只有這個嘛 就是 那是什麼 只有三個啊 P檔 對啊 只有N檔 NDR N檔 R檔 跟D檔 對前進後退跟空檔 停車的時候一定記得要拉手煞車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剛剛 因為剛剛 他們就有跟我們講說 因為都是電動車 然後呢 因為它沒有P檔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得拉手煞車 好那我們就 直接出發了嗎 出發 這一次大哥開車 走 出發 體驗一下這個電動車 欸怎麼樣你覺得開起來如何啊 欸我覺得電動車開起來真的還不錯耶 很輕鬆耶 超好開的 人生第一台那個電動車的超驗 真的 就是這一台 好特別喔 我覺得感覺真的很棒耶 不是 測試大家沒開過 但是先開個A180 因為我們沒有開過其他的電動車 然後呢 居然把我電動車的這個第一次 獻給了這個A180 我覺得很酷耶 開起來真的蠻輕鬆的 好不然我們也來車伯好了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也來進軍這個 車伯 金門大橋終於開通了 我們來第一次的出體驗就是開電動車耶 哇 沒有這個金門大橋很難纏 對 我們現在已經等了一天 好不容易走 對啊 所以這樣子就讓我們一個大金門 到小金門車的距離 直接只要五分鐘 以前還要坐床 對 超便的 沒有而且 但是金門大橋現在就是 它現在是免費 喔對 因為今年就是從 呃 2022年的10月30號通車 到2023年的10月30號 這一年是免費 然後呢 等到呃 10月30 2023年的10月30號以後的話 它就是要收費 收費 但是有一種車 不用浮費 對 就是 低碳 低碳車就是這種環保 就像我們這種電動車 對 就是電動車 簡單講就是電動車就可以免費 所以它現在就是 基本就是要打造一個那個 無碳堡 好 我們現在來到L18 那聽說呢 是賞夕陽的好地方 我們現在來看看 到底有多美 對它這裡只有一個叫L18的 因為沒有其他名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對 走 欸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不錯的賞夕陽景點喔 我們上去看看齁 從左邊上去好了 好啊 欸我覺得是不是 好像是給人家玩 可以叫什麼 生存遊戲嗎 對啊 槍戰 看起來有點像 有點像的齁 這是一個那個耶 秘密的景點 你看 夕陽多美啊 好浪漫喔 哇它底下有沙灘耶 對啊 這個沙灘超美的耶 對啊 這邊真的是叫L18 它是在那個 小金門西南側的L18 據點 你看 好美喔 哇 而且這邊一看 那個廈門也是很近的啊 對啊 超近的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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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廈門在後面耶 對啊 你看廈門 其實好清楚喔 感覺好近喔 欸 而且這沙灘超美的耶 真的超漂亮 都美的 超美的 超美的 大早 我們昨天呢 欣賞完了美麗的夕陽之後呢 又跟朋友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那昨天晚上真的實在太累了 所以我們很早就休息了 那今天早上 起了一個大早 吃了非常豐盛的早餐之後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第一站 九宮坑道 所以現在就要帶大家一起去九坑坑道 九宮坑道 九宮坑道 九宮坑道逛逛啦 走 我們現在來到九宮坑道口囉 那九宮坑道呢 它就是小金門最大的一個坑道 那它跟宅山坑道不太一樣 因為宅山坑道比較算是比較直的嘛 對直的就是 就好像有點類似一個U型這樣 對 然後這個 九宮坑道呢 它聽說以前呢 就是好像是有曾經當過就是醫院嘛 那它裡面比較好像 比較彎曲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到底跟宅山坑道有什麼不一樣 它那個九宮坑道 你看它是雙釘的這個 自行的建構耶 你看 好特別喔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坑道 哇 而且它這個是花崗岩喔 真的很難想像 以前用人工怎麼樣挖鑿的 哇 真的 好偉大喔 所以說呢 現在呢在這個小金門這邊最夯的行業就是 你會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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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嗎 你會看到嗎 好久了 聽說呢現在呢在這個小金門這邊最夯的行業就是 開這個遊艇然後出去釣那個黃魚耶 聽說可以收入超過一千萬 大家有沒有很興奮很想要來呢 對如果認真釣的話喔 大家想不想來挑戰一下喔 我是真的很想來 因為黃魚聽說是高價的 對啊 真的耶 用釣才有資金 用黃魚不行嗎 喔 一定要用釣的 那個儀惠的那個超商 很容易生活的 儀惠的超商不錯 而且呢聽說呢 那個船出去呢 那個黃魚都會直接這樣子 就是我們滿載而歸 你根本不用怎麼樣釣 一下去馬上就 因為有黃魚群啊 對因為這邊有黃魚群耶 哇聽完之後好心動喔 好啦我們不要做Youtuber 對啊幹嘛做Youtuber啊 我們現在改行了 這個宜港喔 從台灣高雄13號碼頭 那個印補村也是在這邊景觀的 我們剛剛逛完了九宮坑道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景點 那這第二個景點呢 是當地人告訴我們一個神秘的沙灘嘛 那這個路呢 是剛好是在那個叫做網沙西堡的路上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到底有多美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沙西堡以前叫做鳳嘴頭 那我們昨天去的這個L18看這個夕陽呢 它是在這個 就等於是鳳的 右邊的翅膀 右邊的翅膀 那我們現在要來左邊的翅膀來逛逛 現在來看一下 對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神秘的景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 超漂亮的這個花崗石已經被海水沖刷成這個樣子 欸真的很難想像耶 你看這個海浪這樣子沖刷 難道把它沖刷成這樣子的造型耶 哇 這個神秘景點是有時間限制的喔 因為如果漲長的話 就看不到這麼美的美景了 因為就會過不來耶 真的 因為它的海水會沖到這個上面喔 這邊就看不到了 所以一定要趕快把握時間拍到 這個一定要當地人帶我們 在這裡 嘗試吃 西瓜 西瓜 好可憐 很好,這裡有兩條線耶 好特別喔,真的,你看 像現在的那個燈塔一樣 破川頭,燈塔 這個燈塔就提示這邊的 來這邊捕魚還釣的人喔 難怪這邊立了一個牌子,破川頭 你看這個牌子 八百多年還可以在這裡屹立不搖耶 哇,真的好神奇喔 大家覺得這個像什麼呢? 我們覺得像烏龜 當然也有人說像海豚 你們覺得呢? 我們來票選一下,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哇,你看有人釣到那麼大隻的魚耶 哇,你看有人釣到那麼大隻的魚耶 請問這個是什麼魚? 這個是烏魚 烏魚 烏啊 烏魚喔? 中午的烏魚 烏魚耶 烏魚有這麼大隻喔? 有啊 好大隻喔 它可以大到十幾斤耶 這算小隻的 它是這小隻的 它要更大隻的 我們剛剛逛完了這個私密景點之後呢 走路就可以到旁邊的這個沙溪堡 我們現在就要來逛了 這邊就是那個分道出國 好,我們剛剛逛完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去吃飯了 下面有客廳 有廚房 有隔雅房 上面有樓梯上去 就是房間很漂亮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一面橋非常的有特色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 在小金門我們看到 非常有特色的一個 那個叫做 出磚入石 出磚入石 你看這就是出磚 就是入石 那它目前是保存的比較好的 就是這一面 這樣整個 這一棟 這一棟,你看 上面開五 哇 那它這個呢 是比較沒有錢的人 用這種蓋法 而且它可以冬暖夏涼喔 那有錢人他們就是直接用那種 整塊的那種大理石磚 這棟是在那裡 那些棟是在那裡 在東井的旁邊呢 有一個這個南華汽水 我們現在就要來去喝汽水 走 那這什麼玩樂汽水 對啊 感覺很古老這樣 那這個 玩樂汽水啊 對 還有一個文創故事館 來看一下 那你該不會就有個汽水吧 對啊 現在老闆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五十八連床開始的 我們這段好像是在五十八連蓋 是 那五十八連蓋五十九兩萬種 這邊是以前做起汽水的香料 從日本見過的 因為我們在一起去 先從台灣 台灣是 就是說 日本就是把這個香精 這種就是做 我們要做起汽水 一定要靠這個 什麼口味是靠這個 你不看 這什麼口味 這好像是那個 黑松汽水對不對 沙士啦 沙士對啊 沙士啦 沙士的黑松汽水 對 很會有靈浦汽水 這個好像藥瓶子喔 完全不像汽水 沒有我覺得那個 後面那個汽水 這個從小米酒有沒有 根本就是好不好 太有趣了 這就是 靈浦城就是靈天住 裡面去看的那個 相思畫的那個沒有字 你看書畫都寫得很漂亮 這是他在寫的書畫 我們現在當然要 馬上來喝看 啊 他要搖太大一點了 大哥真的是大哥 你看他馬上就 直接爆開了 細胞 欸為什麼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跟黑松沙士不太一樣 口感不同 一樣好喝啦 但是那個口感真的不一樣 大家一定要自己來喝看看 沒辦法解釋 沒辦法解釋 我們剛剛買完了好吃的餅之後呢 現在先回來那個民宿先休息一下 那趁這個時候呢 先幫我們的電動車充電一下 這個就是充電樁 我現在要拿去拿那個線下來 它的線就是像這個樣子 要先插 這邊 對 要先插 這邊 這一邊 把它插上去 有沒有超簡單的 插進去之後 這邊就會亮燈了 然後現在真的充電 對 充電中 好那我們來吃我們的餅跟配茶 對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這個銅餅 那為什麼叫銅餅 因為它是用桶子裝的 早期啦 對 但是現在變成是用塑膠袋 對 很酥耶 你看裡面滿滿的線 是點的嗎 真的 算什麼口 我一講還蠻好吃的 配茶剛好 嗯 民宿老闆泡著茶 好喝 這個就是我們這兩天住的民宿 就是這一村這一站 那為什麼會選這邊呢 因為它很重要 就是因為它有充電裝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電動車 開到這邊之後呢 就直接可以充電 超方便的 那另外呢 它裡面非常的乾淨 還有很重要的是 在頂樓就可以看到廈門喔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早餐 那我們的早餐呢 它每天都會提供不一樣的這個粥品 那我們今天吃的是皮蛋瘦肉粥 我們來吃吃看 重點是這是老闆娘自己煮 對她自己煮的 對她自己煮的欸 不是外面買的喔 而且每天都還不一樣 嗯 欸好吃欸 然後聽說等一下還會有老闆娘親手 炸的那個炸饅頭 這個就是炸饅頭 大家有沒有看到 哇老闆娘真的超厲害的 鹹蛋沙拉 對你看 這個是鹹蛋蛋黃沙拉 欸蛋黃沙拉 然後我們來看 一定要加這樣子 老闆推薦一下 對老闆說一定要加這個 鹹蛋沙拉 兩個都加 好然後再加這個煉乳 哦 兩種口味要加在一起這樣子 好吃起來口感才會好 哇 欸第一次這樣子吃欸 嗯 欸這樣吃很好吃欸 因為以前我們都只有吃 沾煉乳的 我覺得她這個鹹蛋黃這個我喜歡 好吃 你們一定要來吃吃看喔 就不喜歡吃吃看喔 再試試一下 我也要吃看喔 就是這幫你加把這個 成功吃 我們這一次的小金門之旅 所以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也非常開心 就是我們這次剛好非常幸運的遇到的他們 就是現在正在推廣這個 要打造金門成為無碳島的工藝活動 那所以呢 我們也來響應一下節能減碳 所以我們也特別租了一台電動車 那這台電動車呢 又剛好是我們露營界現在最夯的這個A180 Berry Car 真的威威這3D開起來真的好喜歡喔 我覺得真的超好開的耶 所以大家如果來金門的話 一定要來體驗一下這個電動車喔 那另外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來到這個金門縣政府這邊呢 它有一個這個工藝的充電樁 那它這邊的工藝充電樁的收入呢 它全部都會捐給金門的家福中心喔 所以如果來這邊充電的話 還可以做工藝耶 是不是超棒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們這一次的影片 當然如果還沒有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請記得幫我們按下訂閱鍵 並幫我們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接收通知喔 我們下回再見 哇你看這邊可以俯看鼠 看金門大橋耶 來到將軍廟了 將軍廟 我們是將軍廟了 將軍寶啦 講錯了 等一下 不錯